嗨,大家好,我是Sofi 你看到这些风中摇曳的子铃铛吗? 它的名字是Clematis rugucci 是的,这也是铁线连的一种 Rugucci 这种铁线连是直立形铁线连 直立形铁线连是铁线连中的一小部分 它们的品种并不多见 我今天就介绍其中最为著名的三种 这就是其中的一种 子铃铛,Rugucci 直立铁线连都是C类铁线连 就是说可以在秋天或者早春全部剪掉 所以你可以把直立铁线连 作为花园里的一种多年生的植物来养 就是说在秋天或者是早春可以全部剪掉 贴地剪 然后它在第二年就会重新长 你看它的根部是这样子一葱 它的高度,这一株的高度 现在差不多是一米五的样子 很多的花,很多的花苞 子铃铛在铁线连连中特别的受欢迎 因为它的样子非常的可爱 也很容易打理 而且颜色也非常的美 旁边的这一株叫做Arabella Arabella是所有直立铁里面最受欢迎的一种 因为它们的花期极长 一般从六月初一直可以开到秋天 十月份,十一月份 同样打理也非常容易 而且很强健 这一株我只种了三年 你看已经很大了 我喜欢Arabella 我在我的花园里有四五棵 种在花园里的不同角落 同样直立铁和其他的铁线连一样 我也是只在早春吃一次肥 我一般就用一个西红柿的架子 把这个直立铁架起来 但是架子不够高 所以有的时候还要用一根竹竿 或者什么做支撑 再看一下旁边的这一颗 紫色的或者是叫做粉红色吧 这一颗已经非常的大了 特别多花 这一颗是 它的名字叫做inspiration 它是所有的直立铁线连里面 唯一的一颗红色的 或者是说紫色的 所有的直立铁线连 是以紫色的色调为主 这是唯一的一颗不同颜色的 这一株在我的花园里有五六年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根部 有几十只 同样也是每年在早春的时候 我把它们剪光 几乎是贴地剪 直立铁呢 非常强健 异于生长 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 除了需要给它们一点点支撑以外呢 你完全可以把它们当作花园里的一种多年生的植物 这就是我今天想介绍的三株直立铁线连 如果你喜欢我的video呢 请你点赞 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video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